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陳映齊他很好 他每次都參考很多其他的書 有時候他就拿一些問題來問我 有一些問題 我有時候沒有辦法直接回答他 但是後來想一想 他也學了不少東西這樣子 譬如說他上次問我就是那個巨鎮 我們不是有討論過這些form 把它表示成譬如說這個sigma1 sigma2 然後我們就是說這個是pq 然後這個是q sigma1 plus r 然後這個sigma2 這個係數跟那個係數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struct 它是integrability condition one of these conditions OK 那所以這個principle curve 寫這些東西的話 就變成這個對角化這個對稱 這個對稱的計真這樣子 OK OK 那這個 所以那個書上是有 friend的書上是等於是有證明 但是就是說 那陳映齊他覺得他想用其他方法去瞭解一下這樣子 OK 那你如果去參看別的書 有一些書其實給的證明滿長的 OK 那不過它的長也有一些道理 因為那個牽涉到一些這個 譬如說這個向量長的這個微分 這個什麼這個commutator 什麼re-related等 所以其實就是為了證明這個事情 其實可以牽涉到很多這個很有意思的這個概念這樣子 不過呢 但是假使就是說你要一個最很直覺了當的這個證法的話 其實也存在的 那就是 這樣子 這個句子基本上是描寫一個 一個 一個two-dimensional map 叫做weingarten 我其實提過weingarten map OK 就是說你在前面上面的話 你現在我們有一個surface的話 你在前面上面的話 這個tengen plane上面的話 你隨便選一個方向這樣子 OK 你隨便選一個方向 然後在那個方向 我們不是做一個 我們考慮一個平面嘛 那個平面是跟那個切面當然是垂直的 OK 這個x是在這個平面上面這樣子 就是 就是我們想像一個 一個 一個 跟切面垂直的一個平面這樣子 那它跟這個曲面 就切出來一個方向這樣子 就是說x就是在那個切線 就是 所以這邊有一個面跟切面是垂直 然後它切出來一條曲線的一部分這樣子 就是切出來一條曲線這樣子 OK 那x呢 你看x是在上面的一個切線這樣子 OK 那你在那個方向的話就可以做這個 做這個normal vector的這個delutive OK 就是說你往這個方向跑的話 OK那不是這個normal vector的話 當然也會跟著變嘛 OK 那你就看看這個normal vector這個 這個改變 那我們曉得它的改變就是在那個 這個就是Gauss map 所以這個東西的n的話 它在那個s1 s2上面不就是也是trace out一個軌跡這樣子 OK 所以它的delutive就是一個 就是也是指向某一個方向這樣子 OK 所以的話這個 這個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directional derivative 就是說是 可以寫成這樣子 OK 那你這個x的話 我們現在可以想成單位相當好 OK 所以這個就是說這個是 就是 當我們這個n的某一個切線的方向 OK 那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normal OK 看它怎麼變化的話 OK 那這個倒數呢 這個倒數就是 我們就得到一個 一個怎麼樣 一個 在這個s2上面 OK 就得到一個j相當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等於是說 從一個x呢 這個有一個map 就是從x呢 從前面的一個向量 得到另外一個向量這樣子 OK OK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s2上面這個切線的話 一定是跟這個normal這個垂直嘛 所以就是說這個 這個directional derivative一定是跟這個n垂直的 OK 所以等於就是說 如果給定我們一個x的話 我們就得到一個 得到另外一個向量這樣子 那個當然不一定跟x平行啦 OK 只有在principal direction 它才會跟這個x平行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提到過 就是說這個就是 就是一個weingarten一個map 這是一個2-dimensional這個linear map OK 那它就是有這個線図這樣子 就是說是 你把它用 你選一組g的話 那表示成一個2-by-2這個matrix 它就是symmetric OK 那有時候這個operator 有些書上把這個叫做這個shape operator這樣 OK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shape operator 為什麼是symmetric OK 那我講過就是 有這個form的話 當然一下子就看出來 OK 但是呢 你就是要從別的話去想的話 那是不是有一些簡單的這個理由這樣 那確實是這樣子 我現在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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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短的這個 to prove OK 基本上是這樣子 OK 這個linear map可以寫成這個 這個directional relative which is OK of normal vector這樣子 然後這個符號是一個 只是一個convention 然後我們選一組g的話 譬如說這個 選一組g譬如說是x1跟x2的話 2unit 就是說選一組g嘛 那這個是互相追知 單位單位這個相量的這樣子 OK 那這個聚證顏色呢 就是等於這個 應該是這個作用在x i 然後跟x j 這個inner product OK 這個 inner product OK 那這個的話 tansile這個是等於這個 嗯 嗯 我現在暫時把這個擦掉 OK 那現在的話 這個n呢 這個normal vector呢 是跟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x是正義 前面正義一點的這個坐標嘛 position vectors OK 所以我們都對這個 對這個uj做配合分的話 然後就是得到這個 essentially就是這個怎麼樣 這個就是x 嗯 x xj嘛 對不對 OK 然後呢 這個是等於0嘛 因為 因為這個是切向量 這個是切向量 然後這個是滑向量 所以兩個是垂直 OK 所以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對這個u 對ui為分的話 那當然是等於0 OK 但是這個是內積嘛 所以一為分的話 就變成這個東西的為分 乘上這個 再加上這個東西 乘上這個東西的為分 OK 所以寫出來的話是變成 是說是-這個nj ni OK 這個東西對這個d i個coordinate 這個為分為分 那乘上這個xj OK 是等於這個 n呢 這個normal vector呢 跟這個xij的這個inner product OK 那這個xij是這個東西 再一次微分這樣子 對 xij的話 是等於這個partia of這個x 然後partia ui partia uj這樣 二次導致這樣子 OK 那這個導致 這個很顯然是對i跟j是對稱的 OK 所以這個 所以你有這個定義的話 一下子就得到這個operator 是symmetric OK 所以基本上確實是沒有錯 就是他有一個簡單的這個理由 就是這個就是二次導致的 對這個painwood的這個對稱性這樣子 OK 但是我講過這個時候 有一些書他沒有跟你講這麼這個 簡約的這個證明 然後跟你拉一大堆這個 跟一些其他一些東西拉在一起 但是我是說那個其實也有好處就是 讓你學一些這個 一些很重要的概念這樣子 所以各有好處 你如果要很簡單的prove 這是一個那 要複雜一點的也有這樣子 OK OK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繼續一下這個 Riemann curvature這個 討論這個東西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 黎曼幾何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然後還有 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要解釋一下這些東西 使你能夠做這個作業這樣子 我給你兩個禮拜應該應該有值過的時間 那今天已經 我們現在已經 進入這個 應該是第九個 第九個lecture 所以其實已經過了一半 比一半還多了 這些比較細節的東西 但是就是說 你最好還是把這個東西弄清楚 因為你弄清楚以後 那最明課你真的是 算是有學到一些東西這樣子 所以 所以 假使你發現有一點吃力的話 我是勸你還是 就是說就堅持一點 OK 因為還幾個禮拜這個課就完了 所以這個 剩下這個 幾個禮拜這個機會的話 就是 花點力氣 那以後你會覺得這個 滿有意思的 這個 上一次 我其實 談到這個 一個公式 這個所謂 Liemann-Curve's tensor 就是它是一個tensor 這樣子 然後 一大堆這些 indices 但是這些 其實都有它簡單的一些 這個物理或者數學意義這樣子 所以其實也不是那麼 那麼 雜亂無章這樣子 OK 那 我今天又有另外一個導法 其實比上次更簡單 OK 那說不定可以把這個意義呢 說得更清楚一點 OK 那我講過就是說這個 這個 這個land of indices 這本書 它裡面對這些東西講的我覺得特別特別好 很簡單 但是呢 你講得很清楚 所以你們需要這個參考 或者是需要多一點這個information的話 可以參考這本書 另外一個的話更簡單的就是那個afkan那個書 所以兩本書合在一起的話 我想大概可以 你對這個tensor analysis 這個畫面的必備之數大概都可能會有 OK Anyway回到這個Liemann-Curve's tensor的話 就是說這個 again這個當然也有各式各樣的motivation OK 那我現在的 我上次已經講過一個motivation 就是這個是 這個curve's tensor 一個很大的特性 或者說這個特徵 就是說這個可以想像一個 你在這個surface上面 你隨便做一個 選一個小小的circuit OK gamma這樣子 OK 那你從這一點出發 然後又繞回來這樣子 OK 然後你考慮一個 一個向量 OK 然後你 這個向量 你把它做平移這樣子 OK 你知道這個circuit這樣平移 那回到以後 它大概一般來講 變成另外一個向量 然後這兩個向量 那個差多少 是跟這個面積有關係的 所以你把那個面積除掉的話 那剩下那個量 就是一個tensor 這是intrinsic 一個tensor 那這個就是curvature tensor OK 那我們現在用另外一個方法去算這個 上次我是用那個struck film OK 那我們現在用另外一個方法去算 OK 而且我把現在這個circuit 我們把它減化一點 就是我現在這樣子 從這一點開始 我做一個 做一個 這個好像直線的dispressment OK 那這個 這個 用這個generized coordinate來講的話 這個從這一點移動到這一點 我把它叫做dq k 然後呢 所以原來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向量 對不對 然後我平移到這邊 OK 然後呢 從這邊我又做另外一個平移 那這一次的這個坐標差 這個是dq l 這樣子 OK 那我們要 另外把這個結果 那平移到這邊 當然是有一個 有一個某一個結果這樣子 OK 那同時我們可以考慮另外一個path 這個是一個path不是一個circuit 另外 我們可以考慮先做這個dql這樣子 OK 然後呢 再做這個dqk這樣子 OK 順序不一樣 OK 那這樣的話 一般來講 這個得到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OK 那你可以證明就是說 這個東西 這邊的這個 就是說 尋兩個不同的路徑 得到這兩個差 跟剛剛我們講的這個 兩個事實上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假設這個面積很小 所以你可以證明那個difference是很小 反正只要這個東西 不管你是繞一個complete circuit 或者說尋了兩個不同的path 看看這個difference 就是同一個方法 就是同樣都可以用來categorize 來特徵 就是categorize 這個difference 這個difference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今天就是用這個方法來 再重新刷意 就是這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 等於什麼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要開始的就是要 你要記得就是說 這個從這個 這個connection OK 這個connection 你要記得這個上次我們講的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這個 我們做平移的時候 是就是假設它那個covalent derivative 就是這兩個向量在空間中其實是平行的 OK 但是因為那個g一直改變這樣子 OK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平行的這個分 就是說當你把一個向量做平移的時候 OK 因為這個g一直在變 所以它那個在這個g上面這個係數 這個al這個係數大概也會跟著改變 OK 所以那根據這個定義這個就變成這個 這個l放在這裡 然後這個就是r的話 然後乘上這個 這個改變是跟你a這個東西大小是線性關係的 所以這個是ar OK 然後這邊是一個k這樣子 那這個k就是看你這個位移 就是跟你這個位移有關係這樣子 OK 所以要記得這個公式 這個差不多是這個東西的定義 not exactly 所以不過就是幾乎是follows from這個covalent derivative 這個定義 OK 反正就是說你這個平移的話 那這個分量呢 就是因為g裡一直改變 所以這個東西會一直改變 不會等於0 OK 你要分量改變 OK 這樣才會保持平行這樣 OK 這個i的話 這其實應該sum over 譬如說1 2 3這樣子 OK 那這個d cube k也是要sum over這樣子 OK 但是呢 我譬如說我現在其實是顯定一個方向這樣子 OK 所以譬如說這k k跟l其實我都固定下來 所以你要的話譬如說想成k等於1 l等於2這樣 所以有時候那個公式裡面其實沒有sum over OK 這個有時候要注意一下 OK OK 好 所以我這邊開始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一個向量這樣子 就是說ai這樣子 OK 這個ai的話 這個向量有兩種 一個是a OK OK 那這個跟以前我們講那個向量的分量 譬如說有一個向量 那它在譬如說在sferica coordinate 或者是sferica coordinate 那個分量 這個有什麼關係 這個其實蠻重要 我待會兒會再回來講 OK 但是我們現在這裡 所以我現在就是只是跟你講有兩個不同的分量這樣子 看你是要變成這個covariant還是contravariant OK 所以現在還是有點抽象 待會兒會 待會兒我們會非常specific來確定哪一個是 這個兩個有什麼差別 然後這個跟一般我們 我們一般定義的這個 譬如說一個向量在這個sferica coordinate 跟這個sferica coordinate 那個分量 OK 跟那個有什麼差別這樣子 OK 好 Anyway 暫時就follow這個train of thought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 OK 所以從這裡移動到這裡 OK 這個data area就改變這麼多這樣子 OK 所以整個加起來 在這一點的話整個加起來也是 就把這個跟這個原來這個ai加在一起 OK 所以整個加在一起的話是al對不對 這個是原來還沒有移動以前的分量 OK 然後我把這個加在一起這樣子 OK 所以就變成這個-這個γ ikl ai dqk這樣子 OK 所以k是沒有sum over OK k是固定的 OK 好 所以我 那這個向量是在這一點的 OK 但是我現在從這一點開始 我又要把它做一個平移這樣子 經過這個dql這樣子 OK OK 那這個結果會怎麼樣呢 就是這邊還是要乘上一個γ 再乘上一個γ 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是然後一個minus sign這樣子 OK 然後我會馬上解釋為什麼要換個prime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remember這個是這個整個東西是新的這個a的l分量這樣子 OK 所以 所以我最後的話 最後的話是 最後的那個 跑到這邊以後呢 這個分量我把它叫做m 就是mdm個分量的話 這個l是放在這裡 OK 跟這個contract OK 然後呢 這個最後這個displacement是dql 所以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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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搞亂 這個用J好了 OK 這樣就不會給 對不起 我把這個跟我這個energy算稍微這個 identify一下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我把它叫m 然後i 然後l ok 然後這個是a i gamma i OK 那這個我把它改成J 所以有時候這個dummy variable 你要注意就是不能用同一個dummy variable這樣子 然後dqk OK 然後dql這樣 OK 這個是第一次做的 第一次做的這個 做第一次的頻率以後呢 di個分量的改變這樣子 就是di個分量的改變 所以是i 放在這裡 然後呢 j跟這個j contract跟mla這個分量多少 contract OK 然後往這個dq換到這個地方移動 OK 好 那這個所以di一個這個 移動到這裡以後呢 di一個分量 OK 然後我再做這個頻率 OK 那改變的就是最後這個改變呢 整個放在一起這個改變就是 這裡的gamma 所以我為什麼我要加一匹 就是這個gamma已經改 前面用的gamma是從這裡到這裡的 但是我們現在做第二步的這個gamma 已經不太一樣 因為一般來講這個東西是隨著q改變的 OK 所以我放一個prine這樣 OK 好 好 那 所以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我把它展開嘛 因為這個東西是隨著q改變 所以這個我把它展開變成這個 -這個gamma OK mi i 哎唷 加上這個東西對這個 因為gamma也在這裡 OK 我們現在是用這裡的gamma 所以這個gamma 這是q改變的這個dqk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這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展開 然後呢 這個改變就是這個東西m這個il 對這個qk這樣子 然後dqk這樣子 OK 然後我們把這個東西換進去這樣子 OK 然後的話這邊大概這個兩項 這邊兩項撐出來的話大概是四項等等一大堆 不過撐出來以後就是說 後面這個地方我們要把這個東西剪掉這個東西 OK 那這兩個差別就是你跟這個k跟l對調 所以你前面這個做好以後你只要把這個k跟l對調 然後剪起來 OK 所以有一些項是會笑掉的 OK 那剩下那些不笑掉的項呢 就剛好會變成我們所要的東西這樣子 OK 那譬如說我現在就是 舉那個 我就把這兩項取出來這樣子 OK 那第一項是這個 是這一個 OK 這個乘這個東西這樣子 我把它再抄一次好了 AI 剪掉這個γ I J K AJ D Q K 這樣子 然後 OK D Q L OK 最後的話我們會發現最後是跟那個面積乘比例 所以一定是跟那個有兩個D Q OK 所以譬如說這個東西的話乘上這個 OK 有一個D Q 然後再乘上一個D K L 這個這項剛好這項會survive OK 所以這項的結果就是 minus 這個 我就是重新再寫一次這樣子 就是 minus這個 partial of這個γm I L 然後呢 這個 對這個 Q的 case component 微分這樣子 然後 乘上 A I OK 然後 乘上這個 D Q L DQ OK DQ K 先K 然後再DQ L這樣子 IL Q K 然後跟AR DQ K OK 沒有錯 然後另外一項是 是這一個 這個傢伙 OK 乘這個傢伙 所以就跑這兩個γ出來 OK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乘這個也是負的 所以變成正的 OK 那這邊有一個γ這個M I OK 乘上這個γ I 這兩個I contract OK 然後這個 JK OK 然後呢 A 乘上J OK 然後 剩下兩個都是一樣 DQ K 跟DQ L這樣子 OK 那我們為了保持這個三個因素一樣 所以這個要改一改 這個J 這個J要把它改成I這樣子 所以這個有時候 符號要改變 改變來變去稍微麻煩一點 但是呢 這個沒什麼big deal 就是 所以 OK 但是這個I跟這個I其實是 這個其實是一個domin variable OK 所以其實 我把它變成N好了 NN 這樣就不會混亂 OK OK 那這個J跟J這個是domin variable 那跟這個地方的 看成一樣都可以 就是這個I跟I 反正是裡面的independent variable 那這個J跟J呢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啦 這個時候可以 我們可以放心把這個改成I跟I這樣 OK OK 那所以剩下的這個東西都一樣 OK 這三個factor都一樣這樣子 OK 那這個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OK 這兩個 然後呢 我剛剛講過就是這個 你最後要把這個K跟L 這個 對調這樣子 把這個所有的結果 然後用一個符號這樣子 OK 所以就得到四項 OK 那這個四項基本上就是這個 這個Riemann tensor OK 所以這個 但就可以得到那個 我們上次講的結果 所以我把這個 這個東西再抄一次 反正就是為了 For definitiveness 這是為了確定 這是為了確定 OK 這是M OK 就是說你把這個最後這個兩個 尋兩個不同的這個path 所以我們把這個 這個 項量的這個x 我們把它寫成這個 這一個東西 這個I OK 然後這個是KL OK 跟這個 我們把這個 因為這個東西跟你NI出發點那個時候 那個vector是成正比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抽出來 OK 然後呢 這個跟DQL 跟DQK 這兩個也是成比例的 就是跟那個面積 OK 所以我們也是把這個抽出來 OK 抽出來的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Liemann curvature tensor 這樣子 OK 所以 換句話說 最後呢 最後整個這個 整個真正的這個區別 尋兩個不同path 得到這個 這個 最後這個區別 這個m's component of這個 initial vector 把它寫成這個 這個形式 然後把這個 原來這個項量的這個dependence 把它過濾掉 然後還有這個跟這個 位移這個 這個面積呢 這個比例都把它夠濾掉的話 剩下那個就是Liemann curvature tensor 這樣 OK 那 這個 這個東西呢 就是等於這個 等於是gamma 這個三個 OK 然後對這個 ql 微分這樣子 OK 然後呢 對調 然後插一個符號這樣子 然後呢 加上這個gamma 兩個gamma乘機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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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得到最後那個結果 OK 那 這個東西還是你 每個人可能自己都是要做一次的 反正才會 才會 體會這個意思 這樣子 OK OK 那這個 這個公式呢 這個公式其實蠻廣的 就是說這個 裡面用到只是這個 gamma OK OK 所以就是說 你隨便給定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gamma的話 都可以算這個 currified tensor 那gamma是什麼 gamma就是 again就是說這個 就是connection 就是說 你要是有辦法定義出這個gamma 你有辦法定義出怎麼從一個 一個地方把一個向量移到 附近的一點 OK 基本上這個connection就是那個意思 OK 所以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就任何一個曲面上面 你有辦法定義這樣一個connection 這個叫 那你就可以導一大堆這個幾何 這個叫affine 這個geometry 這樣子 OK 但是呢 我們接著馬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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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放進一個更 更重要的要求 就是說所謂這個remand geometry 就是說這個 我們要求這個平面上面 這裡兩點 之前有一個距離 OK 那這個距離是 dx平方是等於這個gij dqi dqi 就是這樣 OK 任何一個曲面有這個性軸 叫做remand surface 不是remand surface 就是說這個 就是有一個remand metric remand manifold 不能說remand surface remand surface 是跟那個出邊還是有關係的 OK 所以一個remand manifold 就是說 是一個表面 表面上面的任意兩點 就是非常接近的兩點 是有一個固定的距離的 OK 譬如說我們這個 大家都曉得這個速度空間 是一個 也是一個manifold 對不對 然後呢 一個event 這個速度空間 任意兩個event 都是有物理的 就是有那個spacetime 那個差 就是那個 有一個metric 那個東西就是說 不是等於這個c平方 dt平方減掉這個 多少減掉這個 dx平方 加dy平方 就是dd平方 就是不管你即使在black hole附近的話 OK 你還是可以找到一個 一個gravity-free這個系統 你就是做一個電梯 然後你在電梯裡面 你從電梯裡面看的話 它就是一個沒有gravity一個地方 沒有gravity的話 你就可以用initial這個 採取initial system OK 那這一些就是initial這個coordinate OK 所以那你就利用那個initial 就是電梯裡面 你就可以做實驗 可以量出來這個 這個matrix 任意兩點的event 你都有辦法量出那個matrix 所以那是一個固定的數目這樣子 OK 換成一般的幾何的話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一個曲面 OK 曲面呢 這個任意 非常接近的任意兩點 它是有特定的距離的 OK 所以有時候譬如說你把 我把這個面這樣子 彎曲的話 任意兩點之間的距離 還是一定的 OK 那你這個 那你要用什麼座標 那水裡變 OK 反正就是說你要是有辦法 要是假定這個曲面上面存在這樣一個函數 OK 那任意兩點之間呢 你用什麼座標都可以 OK 總是可以量出 我們假設都可以量出一個固定的這個距離這樣子 OK 那這個就是一個所謂這個metric tensor 就是說這個 這個就是存在一個 這個假設相當於是 相當於是說假設有存在這麼一個 tensor 就是metric tensor OK 為什麼叫tensor呢 因為 因為這個東西跟這個 這個是要sum over iz 因為這個contraction是一個constant 讓我們曉得這個是covariant vector 所以兩個乘起來是一個tensor 所以跟另外一個一定 跟另外一個東西contract結果是常識的話 那表示說這個東西也是一個tensor這樣子 OK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就可以 我們可以回過去那個 看一些explicit form 就是說這個g 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OK 那待會兒我們就可以 就是說我們就可以證明 就是說有這種 就是在一個remanent這個manifold的話 OK 我們事實上可以 可以把這個gamma寫成是這個gij的這些導式 OK 所以就是說這個gamma變成完全由這個metric 確定這樣子 OK 那這個就很好 而且也很重要 就是譬如說我們現在 你要做廣義相對論的話 OK 那你 我們沒有辦法看五字空間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看說這個 這個世界 在某一個五字空間裡面 所以你也不能討論什麼normal vector OK 但是我講過就是我們物理上可以測這個 可以測這個東西 dx平方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測這個gij這樣子 OK 那待會兒我們可以看 待會兒我們會證明就是這個gamma 可以表示成這個gij的這個導數 OK 所以什麼東西都確定了 你不必看這個什麼第五度空間 你完全可以在這個數的空間裡面 你就可以compute這個gamma 然後你可以compute這個curvish tensor OK 那你就曉得這個整個宇宙 譬如說這個曲率是多大多小的 OK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我們暫時可以把這個 插掉 那具體的例子 就是我們舉這個具體的例子 OK 譬如說我們最常 我們最常講的例子 就是說這個 svetical coordinate 就是r data 這個phi這樣 OK 那這個dx平方呢 就是說現在是 兩點之間 兩點之間的這個具體的話 是等於這個dx 就是它這個dx這樣 或者說 或者說 有時候我都把它選成dr 跟打dr這樣 OK 那這個東西呢 dr是怎麼樣 dr是可以寫成這個 tars of r 對不對 with respect to generalized coordinate dq 然後再乘算這個dqi 這樣子 OK sum over i OK 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上次就把它稱叫做這個 就是說這個三個vector之中的一個basis 這個叫做 abtion OK 或者說1這樣子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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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OK 為什麼i把它放在下面 因為這個東西是 r是空間的一個向量 它是不變 它不管你用什麼座標 都是指向同一個方向這樣子 OK 但是現在q i 所以你選哪一隻座標 會一直變這樣 OK 但是因為這個q本身 它是contravariant 所以你把它除在下面的話 就變成covariant OK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把這個腔量 表示成這個 一個 把這個index的i 放在下面這樣 OK Anyway 這個東西 所以 這個也可以這樣看出來 就是說這個是 這個dr 變成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contraction這樣 OK 那這個就是這個 所以譬如說 譬如說在這個sphatic coordinate的話 OK 我們看一下 這個e sub r 就是等於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r方向這個單位下面 最簡單 OK 好 那再過來的話 就是e這個 第二個 這個應該是e 那第二個的話 是這個pars of r with respect to這個θ這樣 那我們曉得這個東西要乘一個r才會normalize OK 就是說這個乘一個h h應該是h2 這個乘一個h2 h2是等於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以前我們所謂這個scale factor 所以這個東西h2就是r這樣 OK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說 變成是這個h2乘上這個e sub r OK 就是這個是unit vector 對不起 這個是e sub theta OK 在 theta方向這個unit vector這樣 OK 換句話說呢 這個e2事實上不是unit vector 事實上是r乘上這個e sub theta這樣子 OK 那e3的話 更複雜了 e3的話是 應該是這個pars of r with respect to phi OK 然後我們這邊要乘上一個h3 除以h3 OK 那這個東西我們要把它做成一個unit vector OK 所以這個就變成h3 乘上這個e sub phi 那這個東西我們大家都曉得是r sin theta 乘上e sub phi這樣子 OK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這三個像樣其實跟 只有這個是unit vector以外其他兩個都不是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 然後tansile就是說由這個東西 OK 然後由這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跟它自己成這個inner product OK 那就是說由這個就曉得就是dr dx平方就是等於dr到dr這樣 OK 所以事實上是變成e sub i dot into e sub j OK 然後乘上這個dqi dqj OK 那這個東西就是g sub ij的這個definition g sub ij dqi dqj 所以特別在這個sthetica coding的話 因為它基本上還是正交的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我們就可以定出來就是gij OK 這個可以把它想像是一個三乘三的這個g 就是這樣子 OK 那我們定出來就是第一個是e嘛 好像是e嘛 這是normalized OK OK 但是呢 比如說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跟它e sub 2的話 跟它本身的這個inner product就是h2平方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變成h1 h1平方h2平方 這個變成h3平方這樣子 然後剩下都是0這樣子 OK 換句話說這個跟我們以前一直講的就是說dx平方呢 是這個hdi一個方向 然後平方然後重上dqi平方這樣子 在orthogonal system OK dqi平方這樣子 上過i這樣子 OK 那呢 那個 除了這個tensor以外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tensor 那就是說 另外有定義一個這個gij 但是都是iij把它放到上面去 OK 那這個tensor的定義就是說是 是跟這兩個 跟這個iij這個東西是 剛好是 這個東西你把它看成一個激進的話 這個就是它的逆激進這樣 所以這個用激進乘法乘出來的話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等於delta ik這樣子 這個是單位矩陣 OK 就是說我們現在定義 定義這個gij 當成是它的反矩陣這樣子 OK 那由這個矩陣的乘法 我們就曉得這個東西成立 OK 但是同時這個又可以看成是這個tensor 兩個tensor就是一個contraction這樣子 OK 這就是說說明就是說 這個東西事實上也是一個tensor這樣子 OK 那這個gij很妙 它就是說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些 很多重要的性質 那其中一個性質就是說它 我們可以利用它 然後來改變一個 改變一個這個 向量 或者說一個vector的這個性質 譬如說 我們有一個這個quantravalent vector的話 OK 那我可以把這個東西呢 跟這個東西contract i sun over 那就變成另外一個vector field OK 本來是contravalent 我可以利用這個contraction把它 把它變成一個covalent vector OK 這個叫做rolling the indices rolling the indices 然後呢 相滑的 本來有一個這個covalent vector的話 我可以利用這個ik 利用這個gik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調上去 你這個index拿上去這樣子 變成一個vk這樣子 OK 這個叫做raising the index OK 所以非常方便你可以 在這個contravalent 跟covalent之間的跑來跑去 就是利用這個g OK 好 OK 那我們要馬上 derive一個 一個最重要 我剛剛講過 最重要的一個reamer manifold 最重要的一個特性 就是說這個gamma 可以表示成這個g的這個函數這樣子 OK 那這個導法其實也算蠻簡單 就是說 就算我們定義gij 就是根據這個定義呢 OK 那由這個定義 然後呢 我們現在移動 考慮兩點之間 就是說這個量 量本身的變化這樣子 所以譬如說從這裡移到這裡 OK 那這個dq k 改變這麼多這樣子 OK 那 這個東西改變多少呢 我們其實已經曉得 就是說這個東西的改變 事實上是跟那個gamma 有gamma 就是因為gamma就是那樣定義出來的 OK 所以那個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下來 OK 就是說當我們做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表面上面 做這麼一個小位移的話 OK 我們看看這個東西的改變好 就是說這個data f from i OK 那這個我們要 我們要算一算 這個東西改變多少這樣 OK 那這個 這個又回到就是我們當時怎麼定義這個 這個gamma這樣子 OK Gamma就是記錄就是說這些基底 就是這個1 2 3 Aption 1 2 3 怎麼樣隨 就是隨 怎麼樣在曲面上面 變化 當我們在 當我們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就是這些東西怎麼變化呢 事實上就是 這是gamma的definition OK more exactly more precise 是 OK 我這邊 至少有個 有個 一個式子 它是說這個gamma k 然後呢 l跟j 事實上是等於這個 partial of這個 Aption sub l 就是這個qj 然後呢 dat into Aption k OK 那個 這個三個 這個三個向量 Aption 1 2 3 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呢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上次也引進了另外三個 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對我這個基底 就是說這個 1 2 3 Aption 1 2 3 但是呢 這個指標在上面這樣子 OK 那這個定義呢 是根據這個 就是說這個東西 i 在上面 然後乘上 j在下面的話 這個東西 define 成就就是說這個 by definition 應該是等於這個 delta ig 這樣子 你可以證明 可以找到 確實可以找到這樣子 然後我上次講過就是 那個公式很簡單 基本上這個東西 就是第一個的話 事實上是 是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是 跟這個 E2 跟E3的這個 cross product 是成比例的 OK 好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這個 這個對偶 這個對偶的 這個基 使得這個 乘起來是這樣子 OK 好 那 所以我們考慮這個 這個 原來這個Aption 1 2 3 怎麼隨座標改變的時候 它當然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項量 OK 然後這個項量把它拖引到這個 對偶這個基的話 這個東西事實上是 是γ 那為什麼呢 這個當然回到最後這個 最後這個最終極這個 γ這個定義 γ是怎麼來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不是考慮一個 一個項量嗎 它項量 就是說一個項量 在兩點之間 OK 這個差別 我們寫下一個式子 這個叫 covalent relative OK 就是說 一個項量長 在這兩點之間 這個絕對的這個 這個差別 OK 我們就是把它寫成 把它分解成 就是說第一個是 我們是把它分解成這個 這個是 第一個 第一個大概是這個東西的分量會 就是說這個 A呢 A呢 就是這個項量我們是把它寫成這個 A Upper i 對不對 然後乘上這個 ε sub i 這樣子 OK OK Again這個A是 你可以想像是 空間固定的一個 一個項量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分量是 相對於這個來講的 OK 那我 就是說 你就可以看一下為什麼這個A 要寫在上面 因為這個等於是一個contraction 變成一個invariant OK OK 所以當我們 做這個東西的微分的話 就是從一點跑到另外一點 這個東西在改變的話 那是等於這兩面這個東西這個成績在改變 OK 那其中的一項改變就是 Delta ai 這個數目本身在改變這樣子 OK 乘上這個ε sub i OK 那另外一個改變是什麼 另外一個改變就是說 這個基底本身在改變這樣子 這個分量沒有改變呢 但是這個基底在改變這樣子 OK 好 對不起 我把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先擦掉 好 好 那 那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是一個function 這個東西的改變的話是怎麼樣 就是說這個 這個可以寫成penguevin 這個是 這個A sub i 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改變這個D D多少 DQk OK 所以這個partial with respect to Qk OK 然後乘上DQk這樣 OK 所以這個 這一項就是這樣子 OK 乘上這個e sub i OK 好 那第二項呢 第二項就是說這個是 就是加上這個a i 加上這個a i 乘上這個 delta這個 這個 小孩子 OK OK 那 delta 那這個東西怎麼 我們可以把它仔細寫的更仔細一點 就是這個東西呢 可以寫成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項鍊嘛 所以我可以把它分解成譬如說 ε這個 這個 原來這個三個basic set的一 combination 所以把它寫成譬如說這個 這個k ε k OK 然後這前面乘以某一個係數這樣子 OK 乘以某一個係數啦 譬如說暫時的kc好了 OK 然後 OK 然後這個改變當然是 跟這個dq dq 是成比例嘛 dq k這樣子 OK 因為如果做不到沒有改變 要重一點的這個東西當然是等於0 OK OK 那 好 那我怎麼承受這個係數呢 OK 對不起 這個是一個強項 我為了承受這個係數 我兩邊呢 都把它 第一個我把這個東西除下來好 就是這個是 這個是partial of這個f上i 然後這個除以partial with respect to qk 那這個就不見了 OK 好 然後呢 然後我再把這個東西乘以兩邊乘以這個 他們對我 OK 那這個就project 就是這個東西就project try OK 那就剩下這個 OK OK 這個東西事實上就是 OK 所以這個東西 我想這個東西就是i OK 所以 我看應該是這邊有一個k對不對應該是k 這邊是i 這邊是k 我看看是不是 對不起對不起 我這個不應該用k 我這個用另外一個好了 因為l這樣子 OK 那我想這個應該是 OK 如果我這樣定義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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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個 那這個 我就可以回到原來 就是這個 這個delta of epsilon i 呢 OK 就是等於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原來這個東西啊 我們放在這裡的kc OK OK 乘上什麼 乘上dq k OK 然後 乘上這個el這樣子 OK 就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說 利用這個定義 我可以 我可以跑回原來這個 我可以把原來這個改變 變成這樣子 OK 這個k 是這個相對 跟這個contract OK 然後e是跟這個l e subl是跟這個contract OK 那剩下的i就是在這裡 OK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這個就是回到我們上次這個 這個covalent deletive OK 所以covalent deletive的話 就是說變成這個東西 OK 加上這個東西 那這一項我們已經表示成這樣子 OK 所以我再把這個再 再帶進去的話 這一項就變成這個γ OK l i 然後這個是存上ai 這樣子 OK 然後呢 這個是optionl 然後呢 dqk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k這樣子 OK OK 所以這個dqk兩個都一樣 我們可以抽出來 OK 然後還有 還有什麼可以抽出來呢 這個 這個 這個l 我可以把它改成 i把它改成l好了 OK 這個也可以抽出來 OK 那剩下的東西呢 就是一個 就是 就是 covalent deletive了 就是剩下的那些東西呢 我可以把它選成這個al OK 然後呢 dk的deletive OK 所以真正是一個好東西 好東西這樣子 不是乱七八的東西 OK 那你再帶進去這個東西的話 就變成這個偏導數了 然後還加上一個γ OK 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等於是說我們上次的出發點 OK 然後這個pair of transport的話 就是這個東西等於0 OK 所以表示說這個東西的變化呢 al跟這個q的變化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的negative OK 這個是我們剛開始的出發點這樣子 OK OK 那 we're almost ready 所以就是 剩下就是差一小步 就可以倒這個關係了 所以 現在稍微休息一下 好 OK 所以現在 由這個g subij OK 我要把這個東西做變分 然後 基本上這個是兩個東西成績 但是我們剛看過就是這個東西 我移動一點點的話 這個東西的變化 這個變化呢 是等於這個東西的變化 齁 成績了這個東西 再加上這個東西 成績了這個東西的變化這樣子 OK 那我們已經有這個 剛剛已經寫下一個式子 就是這個東西的變化呢 data subij 是等於這個 這個用這個γ來表示 這個用這個γ來表示 delta epsilon i OK 這個是等於這個 應該是γ這個i 然後這個 這個 台灣可以表示成這個EK 這個 原來這個東西 是環境有冷氣嗎 還是我自己 講的人覺得很熱 沒有 沒有 沒冷氣啊 為什麼只有這個 這個放 有冷氣的話你就開 除非你要省錢還是怎麼樣 我剛剛可能把它插掉 但是我好像 這樣應該沒有錯 就是說這個基本上 它這些式子還是 雖然是有點複雜 但是基本上還是follow一些 這個一般的一些idea 就是說 我現在把這個東西展開成 這個basis vector 對不對 它的convention OK 那原來這個index在下面 所以要跟一個東西contract OK 最好就是說能夠這個所有的 不是所有 大部分的這個index都contract 剩下譬如說 我們只有這一個covalent component 那保留在這裡 其實這個東西不是 其實它不是一個tensor 但是呢 你這個符號還是盡量 能夠跟那個contraction有一點類似 這樣比較好 至少記起來比較好記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沒有錯 就是這個東西 應該是跟這個當然是乘比例嘛 就是說你移動多少 這個乘比例 所以一定有這一部分這樣 OK 那這個我把它顯成成一個 就是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的contraction OK 然後呢又跟這個 因為我們把這個vector 變成這個vector 變化的時候 表示成這個東西的這個linear combination OK 所以當然這邊也是另外contraction這樣子 OK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是沒有錯 OK 好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東西呢 帶進去這裡嘛 OK 所以這應該算 這個應該是gamma 可以 這個double check一下 那這個東西是個分析的 那這個東西很容易 是個分析的 那這個東西很容易 其實這個東西很容易 是個分析的 然後我們是個分析的 Check the final formula,就可以了 Anyway,所以這個的話就可寫成這個γ 這個叫Christopher symbol of the first kind 待會兒我會introduce那個 second kind 然後這個iL 那這個這裡是f用k嘛,對不對 k跟j兩個in-a plug-in 就變成這個gkj這樣子,ok 那,ok 那這個dqdql,ok ok 那這個兩項的話我們直接把i跟j對調就可以了 所以就變成這個 i跟j對調,所以就變成jl ok 然後這個是ki dql,ok 那這個tensor是什麼trigger 就是gij是等於gj i,ok 所以這個變成,寫成ik都無所謂,ok ok 好 那這個東西呢 這個k本來是最原始這個Christopher symbol of the first kind 是這樣子 有一個index在上面,兩個在下面這樣子,ok 那你現在要把它乘以這個gik 等於是做一個contraction 等於是把這個k拿下來這樣子,ok 那這個變成另外一個Christopher symbol of the second kind,ok 那這個按照afkan的話它的符號是 這個有時候每一個人符號稍微不一樣這樣子,ok ok qk ok 那這個 i 它把它晃在後面 有時候把它晃在前面 但是怕它把它晃在後面這樣 OK 沒有關係 好像我們就是區別這個 k 然後變成這個 law 這個 k 以後變成 i 的話 我們這個 i 跟這兩個 j 跟 l 把它分開這樣子 OK 好 那 對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就變成這個 就變成這個 j l 然後 i 乘上 d q l 這樣 OK 同樣的這個也是 你看看這個也是一個 contraction嘛對不對 就是等於把 k 拿下來變成 j 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事實上是變成 i l j 這樣子 然後也是 d q l 所以的話就是這個式子 換句話說呢 我們就得到這個式子 就是說 the partial of 這個 g 呢 sub i j with respect to 這個 q k ok 對不起我用 l 這邊把它換成 k 這個稍微改變成 notation 就變成這個 i k j 加上這個 j k i 這樣子 OK 那你把這個 i j k 做一些 secret permutation 就是 i 變成 j j 變成 k 然後 k 變成 i 這樣子 OK 然後我們就得到三個式子 OK j k qu i 變成 j k 變成 j k 變成 i j 變成 k 這樣子 那這個 j 變成 k 那這個 j 變成 k k 變成 i 那這個 j 變成 k k 變成 i k 然後 d q j 變成 j k 變成 j k 然後 d q j 變成 j k 變成 j k 變成 i 然後再加上 i j k 然後再加上 i j k OK OK 好 那這個 然後我們把 2 3 加起來 減掉 1 4 的兩倍 就是說 2 加 3 減掉 2 乘 1 4 的話 那剛好可以怎麼樣呢 tanzile OK tanzile 這個可以跟這個抵消掉 就是說這個 OK 這個 i 跟 j 事實上是這個可以 就是這個是 我們把這個 對 我們以前講過嘛 就是說這個 gamma 的話 你這下面 下面這兩個index 是對稱的 你把它對調不改變 OK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 j 跟 l 對調是沒有關係 所以意思就是說這個 譬如說這個 k j 跟這個 j k 這兩個事實上是一樣子的 OK OK 這個 j i 跟這個 i j 這兩個事實上是一樣子的 OK 所以你這個加起來只是兩倍 然後 yeah OK 所以這個 這個加這個減掉這個兩倍 結果就是等於事實上是等於這個 兩倍的 我先把這個寫下來然後再說明 i j tanzile OK tanzile 這個加這個減掉兩倍的這個東西 是這個東西的 i j k 的兩倍 我看看 對 OK 這個加這個 OK 這個加這個兩倍嘛 剩下 剩下都會抵消掉 剩下為什麼會抵消掉呢 因為這個是等於這個 這個是等於這個 然後這個等於這個這樣子 這個等於這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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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加這個最後這個結果 然後我們要證明就是說 這個加這個 這個加這個 我看看 有沒有乘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沒有 對不起這個沒有乘兩倍 就是這個加這個減掉這個 OK 所以這個加這個的話 這個跟這個加加兩倍這個 OK 然後這個跟這個一樣 一減就沒有了 這個同樣的 這個跟這個一減就沒有了 OK 所以就變成這個 所以變成沒有錯 所以我們最後就是說 最後就是得到一個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結果 就是說這個 這個 Christopher symbol of the second kind 就是這個東西 i j 這個東西 就是等於二分之一 OK 然後你把這邊 這個加這個 減掉這個 這個東西完全是 完全是這個 metric tensor the deletive OK 所以這個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個結果 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 把這個 這個 Christopher symbol of the second kind OK 表示成這個 metric tensor 的 deletive 那由這個一下子 你做一個raising的話 這個Kj Kl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變成原來這個 Crystal symbol of the first kind OK 那就證明了就是說 我們原來這個東西 確實可以表示成 這個metric tensor 的 deletive OK 所以什麼東西都不見了 所以這個什麼 這個basis 什麼都不見了 到最後剩下來 就是這個所有東西 都表示成這個 metric tensor 的這個 的函式這樣子 這個是它的 這個riemann tensor coverage tensor 一個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 OK OK 還有 最後就是一步 就是說要說明就是說 這個跟那個高線 coverage的關係這樣子 OK 那我先把這個答案給你們 因為你要做那個 做那個計算嘛 然後再說明一下就是 這個東西為什麼是這樣子 OK Turns out OK 我們可以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這個是 可以用在任何這個任意為式 就是說這個riemann這個manifold的話 可以任意為式 不一定要二維的 那我們以前討論二維的嘛 所以有這個高線coverage OK 那這一套東西的話 是比較general OK 但是你如果這個 如果考慮二維的話 那所有這個index i 就都變成1到2這樣子 OK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最基本的 這個component OK 這個 這個liemann curvature tensor這樣子 OK 那另外一個比這個其實更基本 就是把這個rn弄下來這樣子 OK 所以變成這個下面有四個這個index OK 那為什麼要弄成這樣子 有特別原因 就是說弄成這樣以後 這個對稱性 有一些很重要的對稱性 就是說譬如說你把rnj 對調的話 那這個產生一個呼號這樣子 K跟你的對調的話 也是一樣的 產生一個呼號 但是你把這個rnj這一對 弄到這個k後面的話 那不會改變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表示說 這個事實上 在二維的話 事實上只有一個東西是independent 就是這個東西這樣子 OK tends out tends out 就是這個東西 你再把它處理這個 remember 這個g是這個determinant 就是說這個矩正呢 gij這個矩正 它有它的行列式 我們把它稱為g的話 那你再取更號 OK 你把它放在這個東西的下面呢 tends out這個東西就是k 就是那個gaussian curvature OK 所以那這樣子 你就可以開始做那個題目了 那我想我要去稍微說明一下子 解釋一下為什麼 譬如說要放那個 下面為什麼要放那個 這個square of g在那裡這樣子 因為這個 這個也是牽涉到裡面一些細節 所以就是說你對這個東西了解 有沒有透徹就是 有可以這 這裡可以看出來這樣子 OK 所以 對不起不是square root 它是就是g 寫錯了 所以可以證明就是說 這個是只是 不管你用什麼coding 因為這邊的話 這個不管你用什麼coordinate 就是你算出來以後 然後再除以g的話 可以證明這個東西是等於這個 這個gaussian curvature OK 那我現在要稍微說明一下就是 為什麼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OK 我現在不對 不針對所有的座標系 我現在就針對那個orthogonal coordinate 譬如說是cardicine 譬如說是spheric coordinate 或者是sylindic coordinate 我要說明 就是說在那個情況之下 畢竟那個還是orthogonal OK 而且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就是說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g subij的話 它是對角的 我們都曉得 我們以前採用的符號 就是說這個hi 就是這個scaled factor 平方乘上dqi平方這樣子 dqi dqi這樣子 OK 那這個scaled factor的話 就是說你記得就是說h1的話 就是1 h2的話就是r 然後這個就是r sin θ這樣 OK 我要說明就是在這種直交座標裡面 這個確實是成立的 OK 那我的方法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利用這個 我們對這些東西的了解 OK 那就是說還是回到這個老套 就是說 我們在考慮就是說這個 把一個向量平移 經過一個circuit平移以後 它改變那個角度多少 OK 那由這個就可以導出來 這個東西確實是等於這個東西 除以這個g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同時也藉著這個機會 我們也可以說明一下 就是說譬如說這個delta 現在是這樣子 現在我們開始有一點對不對 然後我開始起點的話 就是說我有一個向量OK 那譬如說ni只有在這個方向有分量 A1這樣子 OK 那這個 所以我ni有一個向量是這樣子 OK 那經過一個小圈圈以後 這個平移以後 我有興趣的 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跟它那個錘子那個分量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你想到這邊以後 這平移以後 我們得到的向量是這樣子 就是跟ni那個會產生一個 一個rotation這樣子 然後這個角度 這個small angle 這個rotation 就是說是 假設這個是單位向量的話 那就是這個垂直分量的 就是等於那個垂直分量 OK 所以這個delta theta 就是等於這個delta A2這樣子 OK Not quite 這個東西我們要 因為我們就是說 我們就是說要把這個長度搞清楚 因為這些東西 這個A2 怎麼A2等等 這些東西其實還不是分 還不是真正長度 OK 那我講的這個就是說是 把它看成這個 把這個看成一個單位向量 然後這個單位向量轉一個角度 譬如說轉這個delta 轉這個角度以後 OK 那它這個垂直分量改變多少 這個垂直分量就是這樣子 就是 就是 因為這個是單位向量 所以這個垂直分量的長度 就是exactly就是這個東西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長度算好 OK 那我要算這個分量的話 我只要看看是這個 這個 這個在這個 第二個方向就是跟這個第一個方向 像垂直這個分量這樣子 OK 好 那現在這個就回到就是說 我們那個原始的這個 原始的這個定義裡面 這個 這些A2 或者說 A2 這個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OK 那你曉得 這個東西乘上這個東西 譬如說E2 這個東西 加上 加上這個A3 然後E3 OK 那加上這個A1 E1 這個東西加起來是一個 是一個 一個結對的這個向量 OK 那 譬如說我們 我們剛剛舉過那個 phosphatical coordinate OK phosphatical coordinate的話 OK 那這個第一個的話是 剛好是E sub r OK 所以是單位向量沒有什麼問題 OK 那我們現在 我們暫時不管這個r方向好了 譬如說我們現在 考慮 譬如說這個是θ方向嘛 所以這個是E sub θ對不對 但是我們剛剛已經說明就是 這個其實 其實這個E2不是E sub θ是多少 我們剛剛有說明嘛 就是說是A2乘上這個 這個E2呢 事實上是多少 事實上是這個東西 你再不記得的話 就是這個東西是等於這個 R對這個 對多少 對θ的這個pulsion duties OK 所以下面呢 下面要乘一個h 這個應該是h2啦 上面乘h2這樣 OK 那這個東西是多少 這個東西是單位向量 OK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E2事實上是h2呢 乘上這個東西這樣子 OK 換句話說呢 這個乘起來 這個a2呢 跟這個h2乘起來 這個分量才是一般我們所謂的這個 這個a sub θ這樣子 一般我們把一個下降量對不對 分解成這個三個分量的 這個三個方向的分量 在這個方向的分量是這個a sub θ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不是a2 而是a2乘上h2這樣子 OK 所以利用這個關係我們就可以確定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長度來搞清楚這樣子 OK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這個 我們經過這個 我們這個 經過這個小circuit以後 這個面積 譬如說用這個坐標表 用這個generized coding 這樣說譬如說dq1dq2這樣子 OK 但是這個不是面積 你要用面積的話 還要乘上這個scale factor嘛 譬如說乘上h1乘上h2 OK 然後當然要divide by h1乘上h2這樣子 這個東西才是面積這樣子 OK 那我們曉得這個gaussian curvature 它的定義就是說 是這個 是這一個角度的變化 除以這個面積 OK 所以你要把這個東西面積也是要 它的單位也是要搞清楚 OK 好 好 這個東西 那我們最嚴肅的東西 是不是這個東西 1 2 1 2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們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已經曉得這個東西代表什麼 OK 但是這個跟這個兩個中間有差一個 差一個這個g1 1這個東西 OK 就是把那個掉下來 OK 這個東西的話是 對啊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 這個東西應該是h1 跟h1有關係這樣子 OK h1是等於在這裡是 我這個1跟2 我是把它弄成一個x跟y這樣子 OK ok 我就是把我這個筆記稍微 這個沒有擠 我稍微把它寫一下 然後給你參考你一念 這東西大概還是 最重要還是自己去 要倒一次才會 小了這東西的意義這樣子 OK 所以我說 我們假設initially這個ai 是initially a是在 第一個方向就是ax 然後呈上f是x這樣子 OK 然後我講過這個是ax 然後呈上hx 這是方向的這個scale factor 呈上e sub x OK 然後這個 the second component the second component 就是旋轉以後呢 第二個分量 OK the second component of the 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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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是等於這個 delta a 2 dot into Ey 就是說這個這個算出來 這個delta a2呢 成dot into Ey呢 是等於這個 旋轉以後的這個向量 OK 乘上這個e sub y OK 這個是單位向量 這個是普通的定義嘛 就是我現在把這個當作一個向量 真正的向量 OK 然後呢投影到這個第二個分量 第二個方向這個單位向量這樣子 OK 那表示成這個東西的話是 delta a2乘上hy 乘上這個e sub y這樣子 OK 所以這些從真正的這個 這個向量呢 跑到這一些 這個countervariant 跟covariant 這些compose的話 這些scale factor 就是會 就自然會跑出來這樣子 OK 那 對 的話 不可以 走り 1 2 1 4 5 6 2 現在這個 H y就是這個 delta A 這個 second component是等於這個 把 definition是等於這個 這個 Riemann-Kovach tensor OK 1,1,2 OK 所以得到的這個就是 The angle of rotation per unit area 這個是高鮮 curvature 的這個定義 這等於這個 minus R2 1,1,2 然後除以 H x 平方 然後這個是等於這個 minus G 2,2 跟這個東西的 contraction H x 平方 然後這個是 minus R2 1,1,2 G 1,1,G 2,2 OK 所以是等於這個 R 1,2,1,2 G這樣子 OK 都是只要還是這個東西就是 把這個 scale 晃對這樣 基本上是把這個 scale 搞清楚了 搞清楚的話你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 做這種就是說這個 直焦這種這個做標系 確實是沒有錯 確實這個東西是 這個除起來 確實是這個 angle of rotation per unit area 那因為這個把 definition 是等於高鮮 curvature 所以我們就證明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等於這個 K這樣子 OK 好吧 我想這些東西有點太 tedious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你真的要學一點東西的話 這些是一定要要去搞清楚 然後還有這個 剩下一點我們 我下次再講好了 就是說譬如說這個 這個跟那個 differential form 的關係 譬如說我們要做那個 curve 或者 divergence 就是 operation 以前我們是用那個 differential form去做的 那你由這個方向出發 一樣這樣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 OK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蠻 instructive 就是說比較這兩個 approach 然後看出這個哪一個 哪一個優點在哪裡 哪一個缺點在哪裡 所以剩下一些東西 我看我下次再繼續 把它補充一下這樣子 OK 那剩下幾分鐘的話 這個講一些比較輕鬆的 我這邊有一本書叫 這個中文的書叫 陳審生文玄 有機會的話 你們可以借來這個參考一下 這個是幾個 幾個我的學長在台大書學系 他們編了一個主編向武藝 然後中間 跟康明昌 康明昌是比我高一階 那個 那這裡面主要是蒐集一些 是中文的 中文 主要是蒐集一些這個陳先生的他 不能說完全一聲 因為這個事實上是 這本書出版可能是在一九九幾 可能也十幾年了 因為是在那個以前他做過很多這個通書演講 包括來台大好幾次 OK 所以他就把那些東西收集在一起 所以那個裡面有一些是比較technical 就是說他講一些這些數學概念 包括這些curvature 然後這個circle bundle什麼之類的 他有一些地方就是他也是想把它通書畫一點 OK 但是畢竟很 畢竟就是還是只是一段小段而已 OK 那我現在做了等於是說把這個東西更加強一下 把他這個整個整個把這個整個概念的這個 把他普遍畫這樣 but anyway 他那個書裡面他就是講一些這個 就是一些 微分幾個這些概念 然後另外就是講他做學問這些道理 OK 所以你即使不懂那些technical這些東西的話 現在我 你們其實應該可以欣賞一些這個technical的東西 因為假使你這個work hard enough的話 OK 那另外的話就是講一些這個比較通俗的 就是說這個自學的道理 然後等等 那一些東西的話 你就隨便畫一畫那很容易看的 OK 所以有一些經驗我覺得不錯 所以我就是拿一些出來跟各位分享一下這樣子 然後你要是看那個Physics Today最近一期 應該有一篇那個楊振寧寫的 OK 這當然是英文啦 Physics Today你曉得嗎 有一篇那個楊振寧寫的就是 就是等於是說紀念他那個程先生的文章 大概是兩三個page而已 OK 然後他就講這個發布班德 OK 有什麼神奇的地方 在霧裡怎麼樣 有什麼神奇的地方等等這樣子 OK 然後 然後他的意思就是說 程誠生有一點太謙虛了 那他主的是這樣子就是說 程誠生以前他那個 有一次演講的時候他就說 OK 他就說這個 Riemann跟Punkeren 你想要這兩個都是數學的巨人嘛 OK 那所以他就說 比較這兩個人 我就練給你們聽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兩個名字呢 因為至少在我們所搞的數學 稱為這個核心數學 Core Mathematics 他們兩位在數學界的地位就是菩薩 我不曉得菩薩是什麼 我剛剛跟菩老師討論 OK 不過anyway就是比較大的 你可以比起那個羅漢 下面就是要講羅漢就是說 所以有一年我跟那人去參觀羅漢塔 我就感慨地跟他太太說 無論是學做得怎麼好 頂多是個羅漢 菩薩或許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 羅漢誰也不知哪個是哪個人 所以不要把名看得太重OK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人看過羅漢 我上個月去那個 有一個叫俗芬瀑布 這是那個就是人家放天燈那個地方OK 旁邊有一個公園在裡面就刻那個 就是放那個應該是十八羅漢十八支 我稍微看了一下 其實那個大部分是印度人 所以那個名字其實我們記也記不起來OK 所以確實他講的沒有錯 就是說這個十八個羅漢 你可能也不曉得哪一個是哪一個這樣子OK 但是誰是菩薩呢 其實我也搞不太懂 其實菩薩我們在台灣的話 只是對那個觀音菩薩比較熟 但是胡老師講就是說其實上還有 還有幾個 文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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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師啊 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OK Anyway這個環正菩薩的數目 大概比羅漢要少多了 OK 所以就是說 陳恩生他是自比羅漢這樣子 OK 所以不管他做的東西怎麼重要 比起這個環卡利跟這個Riemann來講還是小無限大無這樣子 OK 那那個 那那個楊振嶺的話他一直很推崇這個陳恩生的這個工作 OK 所以他是覺得他太謙虛了 OK 但是楊振嶺他又不太敢公開這樣子大啦啦稱讚 因為他本身不是數學家 所以他覺得這個數學家也許有另外一番看法 OK 所以他是 就在Physics Today上面是對他這個稱讚讚意有加 但是我是說 這個數學家對這個陳恩生的這個定論可能看法可能稍微不一樣這樣子 OK 我也跟你們提過其實就是說像這些發布班的這些 這些東西也不是說陳恩生一個人發明的 他前面還是很多人 OK 不過他當然是Archipa一個特別的位置 因為他把他推崗到這個Complex這個 這個function的話 OK 這個叫Complex Vector Banner的話 就跟物理直接拉上關係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藉這個connection 所以這個物理學家對他特別熟悉這樣子 OK 那這怎麼講 這也許是運氣 也許就是他的insight這樣子 OK 不管怎麼樣 反正就是這裡面就是有這些很多這種故事這樣子 然後呢 不過我想對你們來講比較重要就是他講這個 有一些做學問的這些道理 OK 譬如說我現在練一段給你們聽 我想在做很多次年紀輕的人 就是你們 希望知道做學問應該是怎麼方向 我覺得有一點終生得到益處的 就是我不怕去找這方面最好的人 OK 當然你在一個方向裡面裡頭待了一段時間以後 你就知道哪幾個人是最領袖的人 OK 我想一定值得找最好的 不要滿足於找次一點的話 我也可以發展 OK 我想就像賽跑大家只注意誰跑第一的 第二的話就比第一差很多 OK 如果你們要做學問的話 一定要達到最高峰 因此在各種之中 你要是走哪個方向的話 就是要找最領袖的人 第二比第一個差很多 OK OK 然後有個地方他還講 就是他當初開始念那個 他PhD畢業以後 然後去做Postdoc 他Postdoc的 Elie Goddang算是他的Postdoc 就是他跟Elie Goddang算是做Postdoc這樣子 OK 他的論文指導教授其實是一個 一個德國人叫做William Blaschk OK 然後他 有一個地方他就講 就是說他當初做那個 他那時候在做文指導 其實不是主流 其實不是最熱門的 那時候最熱門的是做素論 OK 尤其是在德國 OK 所以他 對 他就是說 但是他還是堅持他自己做的 OK 所以他後來有講 就是說 我換他那個樣子 這個 Precise Codation 那給你們聽 OK 3 有 OK 我在Precise Codation的時候認識很多人做TOP的 OK 除了我之外他們都受到Stand Road的影響 他們都堅持用這個上臂鏈 而不是用微分式 可是使用上臂鏈成法就很難應付 用這個微分式就容易多了 可是他不是Fashion OK OK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一點教訓 OK 大家都做的東西我不做 OK 當年在漢堡大學 他是漢堡大學畢業的 OK 其中一人都念這個素論 所以這有一些人 Artin 還有Precise Codation 都是極好的素論學者 我同他們都有友誼 可是我不念素論 雖然我覺得素論是很有趣的 最後這個句子最重要就是 他說這個 研究貴獨創 不要跟著別人走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句子 OK 另外一個演講 也是 精神也是很類似前面我講的 他說 在結束本文之前 不覺有兩點的感想 第一個 平身中外私有 有不少比我能力高的 結果成就獲不如我 我致力於五果兩句平常乘以致力 就是日心日日心的精神和登峰造極的追求 問題選重要的奏 雖然大鬥無成 失敗眼睹於成功 而所得以燒足智慧 OK 楊武之 這個是楊正寧的爸爸 先生曾經寫詩送給我 就是說獨不搖燈擺帳樓 欲不敢成 然論違學態度 違學態度 則知己 勝利我心 就是說 反正他就是說 你要 不管你要搞什麼的話 你就去追求最好的 最好找最好的人跟他做 或者說這個選題目的話 選這個最好題目這樣子 OK 所以這些的話是 對這個 各位以後要做學問是很重要的 OK 如果選好的題目 那有時候就是事半功倍 然後找到好的人 那當然也是同一個道理這樣子 OK 裡面還有一些值得這個看的東西啦 所以這個書應該蠻容易找到 所以我建議你們這個 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換一換這樣子 OK 這些東西對你以後的影響 說不定也超過我開這門課的影響 OK 所以這些 有時候聽一聽人家這個 怎麼做學問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就是說 因為這些東西 technic的東西 有時候你可以從各方面去習說 但是人家跟你講 怎麼做東西 怎麼去選 譬如說advise 怎麼去做題目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 很多是你書上學不到的 OK 這個尤其重要就是說 尤其是對我們亞洲人來講 特別重要 因為我們亞洲的學生 對這個畫面比較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能力 就是沒有那一種 三號就是我們那個教育裡面 就比較不自重這個畫面 這個能力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出會很多 OK 我想你們譬如說有機會唸 譬如說 譬如說陳之花他不是寫一些這個劍橋 譬如說他們為什麼能夠 產生很多這個偽大的科學家等等 但是有時候當然寫得太過分了 我覺得他太美化了 但是呢 但是很多是滿有道理的 就是說你要去看看人家怎麼 就是說那些這個 非常頂尖的地方 他怎麼產生那些新的思想 OK 很多很多這個lesson OK 我第一次給你們講那個 Express那個face problem 其實我那個powerpoint裡面 有幾張是 就是講那個DNA 那個化現那個歷史 OK 那就是非常有趣的 我覺得那個東西到現在裡面還是 其實你不學生物 你還是應該去看那一些 譬如說人家當時怎麼發現那個DNA的結構這樣子 OK 因為那個牽涉到也不少物理學家 包括那個brake 就是畫明那個defraction那個人 OK 所以裡面非常有趣的這個歷史 然後他也跟你講就是說 譬如說他們那一票人 當時在做那個東西的時候 人家都看不起了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的物理的主流是原子和學 OK 所以這票人在那個 在那個劍橋大學在搞這個什麼的 Express diffraction 搞這個生物理 然後覺得你們做這東西什麼 算什麼 OK 但是現在看起來你才曉得 那時候做東西是影響了這個 這個第二 現在這個二十一個世紀的這個主流 這個非常重要的這個工作 OK 所以你就可以問一問就是 為什麼他們那時候有那麼高的insight OK 人家都一握方去做這個原子和物理 為什麼這票人這麼有眼光 會來做這些東西 OK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非常值得這個 各位去看一下 你就是把它當成小說也可以 OK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反正我覺得我們亞洲的學生 就是缺少這一方面 這種adventures 這種spirit OK 那這個對座學生是 有時候也超愛你這個technical 這個technicality 也超愛你這個技術性的這個追求 OK 所以呢 那各位這個不妨這個有時候要思考看看 怎麼在這方面的就是加強這方面的這個知識 或者說訓練等等這樣子 OK 所以那你要 我覺得比較簡單的一個方法就是找老師談 對不對 你譬如說那個 現在台灣也是有很多好的老師 OK 你就是不要不好意思 OK 你就是隨便去找老師這個 這個閒談 有時候這東西很 就是說不會 這種東西沒有一個什麼嚴格的課程 讓你在那邊 讓老師在那邊講 都是這種閒談之間他就會 你就會得到這些知識的 所以要 學會那種習慣 就是說要跟一些比較有經人去閒談這樣子 聊天 聊天也可以嘛 對不對 反正就是說 有這些比較不尋常的管道 你得到非常多的這個experience 或者說 受益 受到這個好 是這樣子 OK 這個是我覺得是很重要 所以各位不要 不要忽視這個東西這樣子 OK 我們這邊課雖然是 雖然是 也科學到很多這個technic的東西 但是呢 這些弦外之音啊 我想你還是 希望你們也能夠這個多了少好 這個受到一點意思這樣 OK 好吧 今天就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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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陜 你